你来干嘛呀 妹 你回去看看妈吧 回去看她干嘛呀 她现在病很严重啊 现在你自从 是吧 什么呀 要说就说清楚一点 你看爸妈找你找到了之后 你都不认一下他们 认啥认了是他们抛弃了我 又不是我自己走丢的 他们抛弃你他们也很惭愧的 他们就是因为 我们小时候家里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嘛 是吧 才把你送人的 哎呀 走吧 从他抛弃我的那一刻 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他们的 走吧 现在他们找到你了 你就原谅一下他们是吧 他们也很内疚的 现在妈生病 他现在都放不下你 放不下 对 说的好听一点 他就想让你去看一下他 让你去认一下去叫他一声妈 真不了脸啊 当初把我抛弃 现在生病了要死了 又让我去叫他一声妈 他可以吗 你让他安心一点嘛 你这样子妈很内疚的 就让人内疚的走吧啊 你不知道 小时候穷 是吧 没饭吃才 这样子把你送人的呀 没饭吃 那就不吃啊 不吃还不吃得饿死 是不是把你送人的还能活呢 我宁愿饿死啊 你是不知道 在那么小就把我抛弃 你是不知道那种 没有饭的年代啊 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 你作为父母 你肯定也会那样子做的啊 那他为什么不丢你要丢我啊 啊 他们重男轻女 走吧啊 我是不会原谅的 你现在还来纠结这个问题 你还来纠结丢我 还是丢你的问题 我告诉你 如果当初真的是丢我的话 那我也会选择原谅他们的 哎呀 没丢你 你才会这样子说啊 哎 你就原谅原谅他们嘛 是不是啊 你看爸妈这么几年 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的 是不是啊 他们为了找你 也是花了大量的金钱 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精力的 你就催吧 啊啊 你就去原谅原谅 他们就叫他一声妈 是吧 让妈也安心一点 那不可能 现在就病在那里 然后心里一直挂念着你 嘴里一直念叨着你 哎呦 要死了才想到我呀 那因为你是他的亲生女儿呀 我都说了我原谅不了 你赶紧走吧 你原谅不了怎么 就总是原谅不了呢 原谅就很简单的事情 是不是 原谅不了了 你赶紧走 我作为你哥 我求你了 行吗 你再不走人家的最后一面 你都看不到呢 走吧 我求你了 你知道吗 安心一点吗 行不行 我释怀不了啊 什么释怀不了啊 你就 就要原谅一切你的生活才会顺利啊 我没有他们 我觉得我更顺利呢 你这样子 你生活你还会很痛苦的啊 我没什么可痛苦的啊 我就是一个没没爸没妈的孩子 我有什么可痛苦的 我一想到他们我更痛苦呢 那小时候真的是 连吃都没有吃 如果不把你送人了 你也会饿死我 也会饿死我 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就不要神威啊 生了就把我抛弃啊 现在又求我原谅啊 太会想了吧 那谁不想要多个小孩呢 是不是啊 谁都想多生个小孩啊 你别为他们说话了啊 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原谅他们的 因为我作为你歌舞都来求你了 你就不能 就算 就算你妈来求我 我也不会原谅的 你走啊 求你了 你去教育生 去教育生妈啊 就原谅他一下就行了嘛 不可能 求你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了 如果玩的那也会是一个不他人 可能可以带你那儿 你还不想干净 你这鸣的玩具 我看不见 你便能不过 我带你干净 你